下一個例子 它就是硫的燃燒 我們前面講過一些常見元素的燃燒 我跟你講過我們很喜歡烤硫燃燒 硫燃燒裡面他照著一些 叭叭叭叭的一些夾衣餅丁 說的這些話,請問你誰說的是對的 還有兩個人說對的 誰拿兩個人 好,誰說是對的 硫燃燒之後有 產生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有刺激性的臭味 臭雞蛋的味道 所以假的說法是對的 然後 二氧化硫溶於水會形成 雅硫酸,雅硫酸是 酸性,然後呢 但是我們講的酸乳的成分 以後都會交到 然後呢,酸性會使得 分態指示液呈現的是 無色 所以呢,乙跟丁的叙數呢 都是錯的,然後丙的叙數 生的叙數呢,是對的 丙的叙數是對的 因此呢,我們就知道 我們那是夾跟丁的叙數 對的,所以我們答案呢 就選擇是C 這是有關於 硫燃燒的東西 你應該把一些 火焰的顏色啊 產生的產物啊 溶水有什麼東西啊,記住 然後這也是 硫粉燃燒 我們講過,我們很喜歡考劉 那請問你,哪個叙數是錯的 劉燃燒的叙數 哪一個是錯的 哪個是錯的 是錯的 顏和庭 你說什麼 你選的是C喔 你選的是C喔 你選的是C 你的酸性是紅色的 所以的C選項是錯的 假的就是對的 假的就是對的 第二個 一個是溶燃燒 一個是美代燃燒 問你的狀況 就是你要記住我 叫你背的 燃燒的一些情形 燃燒的一些情況 會如何 OK 好來 請問你 下列叙數 何者是正確的 帥哥男 有抽得到男生嗎 為什麼抽不到男生 他人好 他人好 哪個叙數是對的 不知道 發呆 有啥 C3 3是對的 請坐 會發出白色強光的是 美代 產生氣體的是硫粉 氧化鎂基本上是白色的粉末 然後都可以溶於水 一個溶於水形成氧氧化鎂 一個溶於水形成氧硫酸 那麼氧氧化鎂 溶於水 氧氧化鎂是鹼性的 會使是變藍色 硫粉的雅硫酸才是呈現紅色 所以呢 只有選項是對的 這三題就是 有關於我教你的 常見的元素的燃燒 我要你記住 它燃燒的現象 比如說 火焰的顏色 產生什麼東西 溶於水變成什麼 要把它記住 這就是有關於一些 常見元素的燃燒部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